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呢 赶快打119啊 叫救护车 但是呢119要是老师被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在骚扰 战线打不进去 这个姿势体大 这谁要来负责 我们老师在新闻当中看到有人疯狂的打119啊 新北市这个男的呢 他打了500多通 他其实是要战线来标骂消防员 那么现在呢 已经消防员派人找到他开罚6000块 白发苍苍照系男子一个人独居睡客厅 电话就摆在桌上 三不五时闲来没事 拿起电话狂打119 胡言乱语不是要救护 也不是要报案 却战线标骂消防员 根据报案电话 消防局找到肇姓男子开出举发单 他寂寞嘛 然后他就是需要我们执行人员的慰藉这样 那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困扰 这是第一次对他开罚 所以我们的罚金应该会以6000块 这个罚金来进行处罚 你要救护车是不是 我要你呀 因为我要你呀 你是我的男人啊 这通电话同样是打去乱的造成消防员困扰 19是紧急救护报案电话 民众乱拨打 恐怕会被罚3000到15000元 要是战线延误就医 后果不堪设想 转新闻许志明 新北市报道 谢谢 Pietro